會多一個 裡面有程式碼跟畫面 將來也許我會把這個 直接貼到這邊 這個就雲端白板 那你們如果要參考的話直接來這邊看 那基本上 剛剛的動作 可以的話就幫各位截圖 裡面的話就是第一個建立資料 空白的資料庫這邊 匯入 從eSale 匯入 當然呢 將來 其實它旁邊有個ODBC或者文字檔 XML 其實除了eSale之外 它還有其他的方式 不過我想 目前還是eSale最通用 所以大部分還是 你如果建成eSale 要匯入就不是什麼問題 所以你就要把它變成eSale就可以了 然後匯入的結果 長得類似這樣 會多出一個問題05 特別之外 這個名稱 我想都統一好了 等一下程式比較不會問題 裡面的資料就進來了 那再確認一下 你的 這個SS資料庫 是不是放在 它的eSale旁邊 放在這個檔案的旁邊 為什麼要放旁邊 因為等一下 我們會修改一些程式嘛 就是說 如果將來你這個資料夾搬到別的地方去 那位置變更 勢必你當然要 自動抓到路徑啦 你不能寫絕對的 要寫什麼 相對的 所謂相對就是 反正那個檔案永遠在旁邊就對了 這個是第一種寫法 第一種寫法也許是 假如你另外一種寫法是 你的這個資料庫在網方的話 如果在網方 這個可能要做一些設定 所以如果你這兩個問題 可以解決的話 基本上很多公司裡面那種資料不同部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OK 其實之前也有一家 規模還蠻大的公司 找我去他們公司幫忙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是沒有那個時間去 他們是要 我不知道他們要什麼 他們好像要很多很多 要的很多 但是願意給的可能很少 我想說 那我幹嘛 我花那個時間去幫你們解決 那我到底得到什麼 雖然當然也不是這樣講啦 不過在商 他們是一家公司 他們如果是一家學校那算了 如果是學校學生 對不對 那我幫你沒關係嘛 反正 做育嬰 就是說 好對不對 做一點 當個義工也好啦 那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家公司嘛 那你跟我 他提好多要求 好那我說 你要給我什麼 對 我是後來我聽 感覺好像他們這蠻call的 算 後來後來 我想說我也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在你們這家公司 我幫你做完之後 然後你給我什麼 對 我什麼都 對 他後來好像是 陳邦老公跟我講說 我還在寢室上面 共體的時間 現在 現在國家危難之中 所以要大家一起共體時間 對 體恤那個整個 對 當然 不過 我覺得 反正這個東西 如果你了解的話 也許你將來 你們 公司有什麼 你也許可以把它派上用場 因為目前 整個大環境就會有這種需求 就是 他不太知道說 資料該放哪裡 還有怎麼共同去存取的相關問題 所以其實 簡單講 也許你就是 找找個SS 然後放在那邊 大家一起存取 這個問題就可以很容易就解決了 至於效率上面的話 因為現在SS資料 其實查詢的速度也不會太慢 電腦速度其實也快 網路其實現在連線都很快 所以 也不會像早期還會類格 不會有問題 而且SS 其實他能 他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也試過 同時間 幾上千人去存取 也 會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也不會慢到什麼 因為我之前也試過 那SS資料庫當成是 就是那個 網頁查詢的 後端資料庫 大部分 後端資料庫 比較不會用SS 大部分可能會用那個 SQL Server 或Oracle 比較大型的 但是用SS其實還OK 所以理論上 你們大概 人數只要 超過百人 百人以下 我想應該都是足堪負荷的 不過要有這麼規模 同時要存取 應該可能性不高 所以一般性的 應用 這個絕對是足夠的 OK 那怎麼做 首先第1個 也許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就是說 把那個 SS打開來 第1步的話 我們就是 假設我們需要寫一個功能 就是更新資料 就跟那個之前 從雲端更新一樣 那第1步 那delete 什麼的 第2個的話 就是從那個 Excel 這個SS裡面 去把裡面的所有資料 當然裡面現在是同步 也許你可以 你可以手動刪掉一些 比如說你刪掉幾筆 按delete 刪掉九筆 它底下剩下的